代降节第二主日 主题是以灵修祈祷迎接耶稣的降生 代降节顾名思义 就是等待耶稣的降生 然而圣诞节不只是庆祝耶稣的降生 更是象征救恩的来临 因此在代降节期 基督徒可以再次思考 耶稣降生的意义 并且也是在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刻 在耶稣时代 因着希腊罗马的统治 所以犹太人是受苦的 在现今的生活中 我们也会经历生命的苦难 我们在受苦中 因着耶稣的降生 仍存着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乐意帮助 每个信套他 愿意寻求他帮助的人 有一天天使加百列 告诉了玛利亚一些话 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 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八节 天使进去对他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些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案是什么意思呢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接着天使又去约瑟的梦里 告诉了约瑟一些话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约瑟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还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天使向约瑟与玛利亚显现完后 过了不久 他们就踏上伯利亨 报户口的旅程 马利亚已经骑在驴背上 好几个小时了 她挪了挪身体 觉得很不舒服 约瑟在前面领路 他们正一步一步的朝着远方的伯利亨前进 这时玛利亚感觉到腹中的小生命又在跳动 他们路过一块又一块的农田 路上的行人偶尔会抬起头看看他们 见到这样一个大肚子的孕妇还出远门 他们觉得很奇怪 那么玛利亚为什么要离开拿撒勒的家出门远行呢 不久之前 凯撒奥古斯都君王颁布了一条法令 要全国人民回乡登记户口 圣经的记载说 约瑟本是大卫家族的人 所以回到大卫的故乡 伯利恒城报户口 玛利亚决定踏上这趟旅程 不管是为了顺服丈夫 或者是遵从政府的法令 还是想到天使在梦中的预言 他都可说是我们的好榜样呢 约瑟与玛利亚 到了柏利恒城 天色已晚 他们正寻找一间可以休息的客栈 于是 他们来到了第一间客栈 经过询问 第一间客栈客满了 他们就离开了 又到了第二间客栈 再次的询问客栈老板 发现客栈也是客满了 于是他们来到了第三间客栈 客栈主人依然告知 店内已经客满了 主人正转身关门时 却想到他们有一个废弃的马槽 于是客栈主人询问他们 是否介意住在废弃的马槽 约瑟与玛利亚对眼看看 他们别无选择 所以他们只好在废弃的马槽里 度过一晚 就在刚进马槽后 玛利亚的症痛开始了 我们可以想象 约瑟看到妻子 经历前所未有的疼痛 小宝宝耶稣就快要降生了 但是别忘了 我们最前面有提到 今天只是代降节 所以小宝宝耶稣 正在妈妈玛利亚的肚子里面 预备出来而已 故事未完再续 让我们继续期待耶稣的降生 社青木区下台一鞠躬 好 再次给我们社青木区 一个烈烈的掌声 再次谢谢社青木区